中午饭 吃中午饭了 看一下我们厂里面有多少人呀 这么多人呀 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 才能吃到饭啊 走了走了下班了 又没活干 坐在这里干什么嘛 聊天回去聊天吧 在这里废话吃 走了走了 快吃要好啊 走了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下班了 在这里等饭吃啊 饭都吃完了还不走 下班下班了 看一下 都要下班了啊 没什么活干 这经常做长期工啊 也是上天打雨年的上碗 都是机械的嘛 没活干就这么多钱 现在只能先下班了 吃饭排队都排了半个小时啊 这个吃饭的人太多了啊 他整个厂区里面 人都是在一个饭坛吃饭了啊 现在先下班吧 回宿舍房 再给你们说一下 又是难搞一天 现在回来了 吃完中午饭就下班了啊 一到车间没什么活干 你看完我看脸大眼内小眼 只能先上班 回家了啊 待在厂里面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回家睡觉 计则厂做了半个月了啊 进厂做长期工 现在也没什么保障 一天这个几十块钱 我因为我们都是基建的嘛 不干活是没有钱的 也没有保里工资 没有五险一斤 什么都没有啊 就一百块钱房租补贴 你说我们做长期工 有什么用吗 现在还不如去干临时工 这干临时工啊 也不行啊 前几天去 找临时工 搞点生活费嘛 没有老板来招工 成千三万的临时工 在找工作 这个场面 说实话 人山人海 有点吓人啊 看到这个场面 说实话 你们都要心慌 我现在每天都是心慌慌 挣不着钱 到月底 然后房贷 又要交房租了 莉莉她说啊 跟着我来广州 前美金道 每天喝西北风 这样搞下去啊 都要喝西北风了啊 因为我今天这个场 很多都是 干来的新员工 他们现在很多人都先跑路了 这跑路了 干了这半个月 又没有公子 很多人都是在犹豫不决 再等下去啊 明显就是昏患吃 吃了饭就走人了 每天挣个几十块钱 大家都挣不着钱 现在活不多嘛 因为这个场里面 招的人太多了 这样搞下去啊 都要喝西北风了 很多人都欢啊 我现在也欢啊 参联我们这个车间啊 很多人都是 要眼价服口 有房贷车贷的 他们说啊 一个月挣不着钱 下个月都接不开锅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有目共舞啊 我是看在眼里的啊 不止我一个人 是这样的状态下啊 现在很多朋友 他们厂里面都是这样子啊 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个2024年 刚刚开始 厂里面就没活干了 这样搞下去 下半年怎么搞嘛 那不成 哥哥都要喝西北风了 这打工啊 真的是难搞啊 临时的日常 没有老板来招工 成欠三万的人 在找工作 今年这个行情 到底是怎么了 现在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看这行情啊 我也只能走一步 上一步了 实在不行 只能呆在那里 去跑路了 兄弟们 给我提提建议 今天的行情 到底怎么回事 大部分人 都要喝西北风了 虽然有工作 但是 没活干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谁知道